好 除了五倍券之外 同時各部會也推出了加碼券 再加上各大銀行 旅遊業者 他們都有加碼優惠 就是希望可以趁著這一波 五倍券的熱度來拉抬業績 當然啦 我們要幫觀眾朋友來整理一下 到底要怎麼樣綁定 可以把你的優惠放到最大 來看我們的整理 振興五倍券開放數位綁定 頭一天為了前四百萬個 可以獲得五百元好食券 整個官網都被塞爆 還有各部會推出八大類加碼券 合計一千兩百三十六萬份 如果搶到要怎麼花 動資券吧 平常我在運動就會 其實上次有用到 然後覺得還滿好用的 如果你跟他一樣 熱愛運動賽事 記得勾選動資券 如果在綁定信用卡 平均有五百到兩千元加碼回饋 綁定行動支付也有一百到一千元 而這一次也推出家人共同綁定 四個人可以多拿五百元的回饋 尤其要持家的婆婆媽媽們 財經專家建議 還可以綁定臺灣Pay 在全聯和加勒服都能夠使用 一個人最多可以再拿八百元的回饋金 想拿五倍券去旅遊 各大旅遊網站也推出加碼優惠 一遊網二十二號開放 領取五百五十元的折扣碼 限量八千份 可以訂房高鐵架期 租車包車 露營等 單比消費滿五千元 還可以折扣五百五十元 而KK隊則是祭出了綁定合作信用卡 行動支付 就有機會獲得五千元 限量旅遊金 這一次各大銀行極力推出優惠 各行各業也再加碼 就是希望能夠提升買氣 不過專家也提醒了 有部分的實體店家 還沒有擬定出紙本的優惠 或許民眾也可以先官網 再決定究竟要綁定數位券 還是選擇紙本券 華爾新聞 倚亞林立婷 張道友 黃建營 特別報導